我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嗨 各位觀眾 乖要出了我們的驅動騎士喔 那麼 給各位看一下 老爹的巔峰競技場喔 我看一下 不看沒感覺 一看嚇一跳 我的怪人主機台 6 3 4 5 6 7 8 8連勝欸 太狂了吧 對於怪人主來說 要8連勝是很難的事情 因為 怪人主有紅蚊女跟火鳥的關係 可以用這個克制的問題來打喔 但是老爹竟然8連勝 好 我有找到原因啦 因為呢 大家的波羅麵包喔 大部分 為了打這個PVE喔 所以把這個 傷害用的很高 可是速度很慢 那麼老爹我呢 是沒一差的啊 我那個PVE 本來就沒什麼在顧喔 因此 老爹是很隨性的啊 我就是 要速度我就全部給他穿速度啦 所以 等下各位 老爹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老爹的怪人主可以打得還不錯 沒問題 我們先把這些抽光光 好嘞 這邊也抽光光 好 好 再兩次 去盡鬆鬆 啊 這邊 這邊沒得抽啦 好 我帶各位看一下 老爹的波羅麵包 我直接給他穿生魚套裝喔 反正我就是要先踢而已喔 我沒有打算要打出爆炸性的傷害 我只要他可以開局就踢一腳 配合紅溫女的追擊 就可以帶走一個人 我要的只有這個啦 本身不用踢很大力啊 他本身只要速度快就好啦 但是他們捨不得啦 捨不得 把波羅麵包給穿速度裝喔 但是我沒差 好 再來 我們先瘋狂強化一下攻擊力喔 甚至我覺得穿生命都可以啊 本身他只要先踢就好啦 他踢了一腳 紅溫女就可以出來幫忙補了 所以他本身的攻擊力不用多高啊 速度高就可以啦 在怪人組來說啦 好 沒問題 你們因為只有這個嗎 老爹連豪傑都穿真女裝啦 這就是為什麼老爹的怪人組可以打贏的原因喔 真的是很特別啦 我真的好聰明啊 聰明鬥的聰明喔 我們只要速度快 就可以讓紅溫女優先攻擊 那麼這樣子我們就很強啦 好 沒問題 最後一件 然後 我看一下 速度八百五十一 速度七百零四 再給他更快一點 全世界只有老爹的波羅面包 穿真女套裝 就是這麼狂 好嘞 打給各位看一下 對風進體場 靠腰 好 英雄組又被打掉啦 剛剛才贏又被打掉啦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挑戰我們的 境界 歪突破 讓各位解釋一下 老爹是如何打贏的 好 有沒有看到 老爹大眼睛速度超快 紅溫女馬上追擊 然後再來 好 解惡速 五百萬 紅溫女馬上追擊 然後再來 波羅面包馬上踢一腳 紅溫女馬上 哇 沒得追擊 好 沒關係 現在來到 五打五的局面 這就是速度流的怪人組 好 波羅面包一停 好 現在是四打四 四 七塊槍 要想辦法帶走他的紅溫女 我們就贏了 他的大眼睛剩下一點點 他的大眼睛一停 現在來到四打三了 能不能帶走他的紅溫 好 還沒有 我們再來 對面的紅溫女 一百五十萬 我們繼續 他直接紅溫女了 紅溫女再一個這一集 輕輕鬆鬆 還沒結束比賽 但是他已經輸了 他輸定了 好 沒問題 有沒有看到 老店的怪人組速度流還不錯吧 還有誰比較強 好 挑戰第四名的 什麼廟啊 什麼妙妙妙啊 好啦 隨便啦 他放這個怪人喬哲 好特別喔 好 我們大眼睛五百萬 一個追擊 他的天空王一停 二度豪傑 五百一十二萬 我們再一個追擊 我們的波羅面包再一腳 我們再 沒有追擊 奇怪我波羅面包怎麼踢那麼大力 看不懂耶 好 這邊的怪人喬哲 130萬 有沒有看到 老天的怪人組就是這麼強啊 速度流啊 你們捨得把你們的波羅面包 換成速度流的吧 輕輕輕撞鬆 劍術比賽 最後 我們就來挑戰我們服的 怪人組的王者 波羅面包 到底老天能不能打贏波羅面包 沒問題 紅毛者大眼睛 四百七十七萬 紅毛女一個追擊四百萬 拋戀拳三百九 紅毛女再一個追擊兩百六十萬 歐羅面包再補一腳 兩百一十萬 還沒開場 他還沒出手就半殘啦 他還沒有出手就半殘啦 各位觀眾啊 速度流的怪人組這麼強啊 好 再來 對面的火條就了一下 沒問題 紅毛女再一個追擊 三百六十萬 現在來到六打四的局面 只要他們捨不得喔 讓豪傑跟 波羅面包的速度拉上來喔 那麼老爹就可以打 怪人組打得很輕鬆啦 我們的豪傑一百九十萬 再一個追擊 三百八十萬 波羅面包再一腳 再一個追擊 這邊的五個頭 有沒有看到啊 怪人組也可以玩速度流耶 好過癮啊 搞不好我還可以 perfect這個 波羅面包耶 沒問題 難道真的要perfect的嗎 真的perfect啦 前進照尚 結束比賽 怪人組文老爹 就知道吧 強悍喔 好 再來 這個歪突破把我打下來耶 好 我們再把他打回來 沒問題 不滅之盾 雙方都有不滅之盾 對面的甜心唱了六首歌 打了一巴掌 老爹的甜心 也一直打一巴掌 沒關係 對面的劍頭子一炮 3300萬 換我們了 欸不對 對面的春絕存了六個 860萬 我們的歐突阿一斯底 小狗公930 老爹的劍頭子一炮 好 3900萬 對面的春卷還在耶 糟糕 將士俠砍了一個大強強 沒問題 好 我們的劍若斯躺了下來 現在是四打五的局面 奇怪他的春卷怎麼那麼硬啊 最近很流行用春卷耶 好 我們的甜心打了兩巴掌 對面的劍頭子一炮 900多萬 春卷再次存了四個 糟糕 欸 打不贏了 又打不贏了耶 劍若斯啊 打你一點 對面的 烘掉啦 靠腰 但是看起來還是輸掉啦 只要劍若斯還在就有機會贏啦 但看起來不在啦 好啦 各位觀眾 那麼英雄組老爹還會持續強化 好啦 看一下結局怎麼樣 孩子打不贏的話 老爹就在想想辦法 那麼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真的掰掰 靠腰